古雨春光小,山川戴色晶。 中国色,蕴含湿意与灵性的东方色彩。 华夏的县民们将源于节气的感知, 用天然植物为原料提取还原, 以自然的方式表现自然。 东门齿瓣,融昌下部, 传承千年的古老记忆, 在成千上万次的经纬穿梭间, 是一代代下部匠人, 永费以传统工艺, 呈现中国气韵之美。 大家好,我是阿勇嘎。 作为华硕灵药, 飞移中国色推广大使, 我今天来到了重庆荣昌。 好,接下来我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古语时节里边, 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下部中的中国色彩之美, 并与当下的现代科技产品相融合, 推动以及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应用。 来,跟我一起走。 好, 张老师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非常荣幸。 我这一路走过来, 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 山川代这个中国色和中国节气之间, 有什么关联吗? 山川代这个中国色的名字, 它来源于唐代诗人圆整的一首诗, 《古语春光小》, 《山川代色青》。 它描写的就是古语时节, 万物生机勃发的这种感觉。 然后雨后的这个山川, 在天空的映秤下, 它就显示出这种茫茫青色, 因此叫做山川代。 大家看这个其实就是山川代的颜色, 它来源于自然, 来源于人文。 所以源源由成的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当中呢, 蕴含着这个中国人对颜色的智慧。 所以黄老师这次呢, 就是用植物染的方法, 下部来表现山川代的颜色, 另用于现代的产品当中。 明白了, 我也想问一下黄老师, 你为什么下部会在这儿传承下来呢? 最切合老百姓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本来就闷热潮湿。 下部呢, 它恰好就是透气, 而且也防暑。 所以说这个特质呢, 就是让下部在这个荣昌这个土地上, 一直延续到现场。 给您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下部制造记忆呢, 它作为国家级的飞翼项目, 其实它的工艺非常之复杂。 那我们荣昌下部传承千年, 历史非常悠久。 如何把我们的这项古老的记忆, 让它幻发出时代之美。 工作站的团队和张老师的团队一座, 最后选取了中国传统色来作为出发点, 将我们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这么一种交融和碰撞, 彰显出造物者无尽藏眼。 我对华术灵药笔记本的这个山川带色彩工艺还是有所了解。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现代的这个技术过来, 在不同的环境下, 这个电脑的表面的这个光泽度和保持层次感。 那么今天呢, 一是我在下部的故乡, 第二呢, 是古语世界亲眼见证的现代科技, 与我们的非宜传统工艺的这个结合。 这个很完美在这里。 嗯, 所以这才让你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进行体验。 嗯。 您跟着秀英老师呢, 先去编织工坊进行体验。 那我呢, 就去染色工坊等你们。 好啊。 对荣昌最早的记载,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果。 自古这里就是下部的家。 这里宛如一座有生命的博物馆。 我们将在这里寻找和体验下部编织于染色工艺。 哇, 黄老师, 这个就是织布间是吧? 这个就是织布间。 看看这个织布机是最传统最独老的织布机。 是是是是。 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试一下。 等一下, 我们先从上一个工序开始。 这边。 这还不是直接干这个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要从这里开始。 好好好。 行。 来吧,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知道吗? 叫柱麻。 柱麻。 被世界誉为中国草。 来, 你试一下把它拨通。 我来拔下来。 我来拔下来。 好, 纤维出来了。 我们取的就是这个, 中间这个一点点白色的纤维。 就是这个白色的纤维。 对, 一点点。 你知道这个纱线如何能变成一个团吗? 一根一根的结。 把两个头靠在一起。 这样子。 两个头靠在一起。 狮子交叉。 狮子交叉。 好, 然后再把两根拧成一股时, 跟第三根靠起来。 就这样是吧? 对, 很好。 这个叫挤麻。 挤麻。 这个麻挤好了之后, 又一根一根的这样挤起来。 完成一个团。 就是我们做下部的第一步工序。 那我们现在可以制布了? 可以了, 现在可以去体验制布了。 太好了。 这边。 这个就是制布, 来体验一下。 好的。 小心一点。 这个还是很神奇的东西。 古老的。 对, 古老的制布机。 这也制布机。 哇塞。 往下踩是吧? 这个可以吗?踩到可以了吗? 可以了,很好。 这个可以了吗? 打开了。 再踩一点。 不会给踩坏吧? 不会。 推是吧? 然后把这个往这儿踩, 扔进去。 这儿手还得这样结直是吧? 是。 然后推, 一直扔。 然后给它扔到那个里去。 它这个跟实际上。 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对。 要恰当地控制好力度和速度。 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感受到了传统下步手艺人的辛苦。 我同样也感受到了下步的生命。 从毫不起眼的柱马里提取原才。 经过工匠们的数十道纯手工工序的制作。 造就了它的天然能力。 也像极了大自然的未知与随性。 正是下步这种独特的气质。 让它可以自信地代表自然。 成转身穹幽羽山川袋的色彩。 结束了在仿制工房的体验。 让我们一起去染色工房看看。 这一抹深邃的山川袋。 是如何通过传统染色工艺, 在下午上完全呈现 这就是我的工作 平时我会在这里 做一些工作的研究 陈老师 陈老师 桌子上的这一些 所有的材料都是 我们的染色的所有材料 对 全部是体染色的 看一看有没有人认识的 这个 这个是那个石榴皮 对吧 石榴皮 对 石榴皮 这个也是染色的 很重要的材料是吧 山川袋就是用他提的 黄芝子 黄芝子 看一下 这个都很香啊 这个味道 都是重要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这一些颜色是 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呀 我们跟陈老师 黄老师达成共识 我们脑海中的这个山川袋 它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颜色 我们用一个色质 来把它确定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我们就根据 这个山川袋这个色质 经过很多次的 反复的实验 因为要将这种 我们的传统的色彩 染色记忆 结合我们下部的这种 天然的纤维的面料 做一个融合 那三位老师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去实验 去看看它是 到底怎么染的 我带你去吧 好好好 走 走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是主部 我们染色的低的 从这边上 小心 好好好 来 上去吧 小心一点 咱们这个就是主部是吧 主部对 主部 目的是为了脱胶 然后杂质去掉了之后 我们才能漂染 这就是在漂洗 漂洗 经过煮链之后的布料 在这里面清洗 我来洗一下 这个洗布也是很辛苦的 一个工夫 很辛苦是吧 要反复的搅拌 搅拌之后 是让它充分的 那个布料充分的在水里面 把那些就是胶织物 还有杂质 杂质 全部去掉 去掉了之后 它布面就平整 然后平整 白了之后 我们上色才均匀 然后就可以起步 起来就可以染了 起步了是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师傅 慢慢捋 慢慢捋 好 按正常的话是这个二十几米 二十几米 很重 很重很重啊 那我就我来拿了 直接走 慢点这里 下一步咱就是染色 哎好嘞 黄老师 这个就是大染缸啊 对 这就是染缸 下一个步骤您来教一下 怎么弄 拧干 这个先拧干是吧 有两两个 这里有两个 我看着您 对对对 好 这个这个可以 先把它拧干一点 好 先拧干是吧 拧干 不能让它 不能让它 困在一起了 它就染不云 就这样子把它拧进去 对 哎 这个动作很规范 做得很好 很规范是吧 要充分的搅拌 它其实这个里面有个氧化的过程的 对 看起来的表面 看起来表面一样 但是一染起来就不一样 它里面的那个氧化过程不一样 我们这个骨髮染色也是一个传统的工艺 我这个我感觉刚跟刚刚才那个颜色都不一样 怎么样 体验了今天 今天这个过程 嗯 真的很难忘 嗯 嗯 因为去一个地方 就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里的建筑 这里的这个文化 嗯 嗯 就这一次真的很感谢 嗯 华硕能够给我们学习的一个经历 对 很难忘 然后 对 有这样的一个难忘的经历 嗯 很有意思 鼓宇冲光响 山川戴色经 作为灵大家都 飞移中国色推广大使 能够参加到此次 十支号令飞移中国色的巡访 特别开心 我感受到了古语节气之美 也体验了古老的荣娼下部 这一切都是时间的馈赠 让我有机会见证 现代科技与传统飞移的跨界携手 见证他们一同在线中国色彩之美 既异曲同工又相辅双成 我相信科技在不断进步的同时 传统文化更需要由人来传承 而我们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灵耀中国色 炫彩复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